现在是晚上的12点半 我准备睡觉 哎 没办法 我又要把这个被子拿出来了 鱼龙被 昨天下午热的不行 我刚把它收起来 又需要把它拿出来了 因为下雨了 受不了 哎 好烦啊 刚收好 你看 压缩的 很麻烦 现在躺下了 还是鱼龙被暖和呀 这是我今天洗的袜子 睡觉了 大家晚安 起床了 大家早上好 现在是10点半 看看外面 今天晴天啊 起床 这是我车内的电量 昨天晚上用到的是红了 剩两个红的 现在一共是五个电 完全是太阳能充电 还可以哈 我现在不太敢用水箱的水洗脸了 因为我担心这个水有问题 你看下面有点发黄 然后也许不知道怎么生锈了吧 我只能用这个瓶子里的水 用完了以后 我还要找地方接水 很麻烦 这个水箱问题 我要趁早解决 不然 不然这个水箱就是个摆设呀 昨天下雨 这个玻璃都已经脏了 洗一下 远处的山 现在准备出去吃午饭 吃完午饭出发 自驾游的好处其实就是 每天都是新鲜的地方 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都是不一样的地方 我今天在这里 明天就在另一个地方露营 每天的景色都不一样 在这边吃个饭 正好拿着一个水袋打点水 这个水袋是石绳的 洗脸用 我那个水箱暂时不能用了 我这个眼睛共鸣 不知道是不是水箱的问题 在这边等着吃饭 等着吃饭 本来先点一个烧茄子了 然后看到他这个 菜很便宜 但是烧茄子15 但是我看后面有那个 烧茄子盖饭 烧茄子盖饭 对 这边 米饭都有了12 我就点这个就行了 一回事 接完水了 先放在这里 一会吃完饭 再把它放在后面 今天中午吃点盖浇饭吧 凑合一口 就这么吃吧 以后吃完了 换上衣服出发 今天就冷 然后本来想在他们里边吃的 但是里边那个烟味太大了 我不抽烟 而且我有鼻烟 就不太喜欢烟味 然后回到车里吃吧 现在吃饭 这个菜都在下面呢 现在是下午2点18分 准备出发 看前面那只小白狗 能看清吗 在吃东西呢 在车里吃完饭 休了一会儿 玩会收集 太慵懒了 2点多才出发 今天计划开个 超不过50公里吧 找到好玩的地方 就停下来玩 好赌啊 看前面 这么多车 开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遇到大赌车 看这边 全都是车 再看这边 也全都是车 堵着吧 我就不凑热闹了 我在这边歇一会儿 反正我开的是床车 躺一会儿 玩会儿手机 听听相声 10分钟过去了 还堵着呢 还是这些车 一点没动啊 我去 什么情况啊 现在我要找一个路源地 这边市区有点吵 这边是个县 县区有点吵 今天就停在这边路营吧 不开了 前面这里就是一个广场 一会儿去转一转 现在是晚上的九点 路营在这边路边的停车位 然后今天停了啊 刚才为了消消点吃的 狗粮他就不吃了 不吃不吃吧 他吃零食就行了 一会儿把床铺上 睡觉 不用开拆暖 现在这个温度其实正好 盖着 我去吃了 你会儿把这边的 那边是什么